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是日本海驶入的舰艇 抵达天津唐谷港 军舰上是日本政府 从国内调集的 三个师团的作战部队 与此同时 数十架由日本 关东军驾驶的战斗机 也开始从中国东北起飞 几个小时后 他们将到达北 七月下旬的时候 日本政府从国内调集了 三个师团的兵力 就是所有的部队 都打起了之后 就发动了猛攻 当时空中有飞机 地下有陈批的日军 那个地方呢 大部分是这种学生兵 训练出来的 所以呢很多人 就战斗经验还不足 所以在突围过程当中 部队就打散了 当时的佟林阁副军长 赵登宇施展 在这个打散过程当中牺牲了 当两位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 在炮火中倒下的一刻 一场刚刚开始的抵抗 在中日双方军事装备 相差悬殊的压力下 迅速瓦解 这场战役中 八千多名中国将士阵亡 其中包括 在此受勋的一千五百名学生 当天晚上 军长宋哲元 迫不得已 率领二十九军主力 撤离北平 一夜间 北平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沦陷了 当第二天清晨到来时 北平市民悲伤地发现 国旗已经换成了 刺眼的太阳气 这个书的书名叫 《悲惨的战争》 我的回忆 这是他那书的作者 石川幸雄 这个日本人 他在抗战期间 曾经作为日本伤兵 在清华大学 待过一段时间 因为当时的清华大学 已经变成了日本的 陆军野战医院 那么他在这个陆军野战医院养伤 那么养伤期间 他就开始反思 回去以后 后来他就做了忏悔 写了这本书 这是清华大礼堂 北平沦陷的当天 1937年7月29日 日军入侵清华园 北大也未能幸免于难 北大红楼一度成为 日军宪兵队队部所在地 同时日军大肆劫掠清华园 当时国内藏书最为丰富的 北大图书馆 也未能幸免于难 10月13日 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日军 牧田口部队 大规模进驻清华园 这是清华日军 四川幸雄在《悲惨的战争》 一书中描绘侵占清华园的日记 这是馆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的 一份由日军绘制的地图 1938年5月 清华园被日军改建为陆军152伤兵医院 在这张伤兵医院的地图上 兴罗齐步的病房和医疗科室 布满了整个清华园 在日军占领清华园后 园内建筑多半被日军进行改建利用 图书馆啊 各个戏馆啊 利用来做病房啊 手术室啊 有的图书馆本来是个很好的阅览室 大厅很常亮 但是在那个地板上 你可以看到一个大黑洞 黑洞呢就是当时的那个地方 就是伤兵柱的地方 养伤的 那么为了这个情道灰雾 就是雾雾雾 就可能屎尿啊 还有医药的垃圾啊 为了方便起见呢 完了以后就从那个大洞的倒到下边 就破坏的极其 在清华北门的附近呢 有个炼刃炉 这伤兵嘛 医院呢 从头有死的 死的就从那火化 但是听说为了做这个实验 做这医学方面的实验 就有抓的这个中国的游击队 用活人做实验 那时候就有了 还有就是用中国活人的器官 来给他们的伤兵啊 这个做医治的也有 这是拍摄于1937年的一组照片 每天清晨 这个清华园里最大的操场上 都会布满进行康复训练的日军 从1937年开始 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 先后有数万日军 从战场送到这里养伤 康复后再次被送回战场 清华园被日军占领之前 冯友兰曾和清华校场管理委员会 组织过一次护校行动 冯友兰的愿望 是要为中国保卫一块完整的学术原地 哪怕剩下最后一天 但战争面前 这样的力量是脆弱的 不久护校行动失败 冯友兰黯然告别清华 奔向刻骨铭心的八年离乱 在《当天日记》上 她惆怅地写下了清代诗人 黄仲泽的《两句诗》 《四次星辰非昨夜》 《为谁封路立中销》 这时长沙临时大学 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 登了一则广告 北大清华南开的学生 于1937年10月18日到长沙报到 就是北大清华教授嘛 是副教授以上的学校可以发路费 去那去接受 讲师以下的包括讲师就不管了 愿意自己去 学校没发钱 助教这个一样了也没发钱了 这样子嘛 那些讲师的助教愿意去 怎么就自己掏钱 想法变着法地到南方去 投奔那个西南联大 投奔那个联合大学 这这么去也有 也是有很多教授是不走的 也可以不走的 像钱玄彤那样的 这个身体条件那么差 他也不能再走了 如果再走的话 那也就可能就是死在路上 后来是得了脑溢血 于冰博呢 他也有一两封信啊 给梅校长的信啊 说是我没有办法 我不能这个去跟着阁下 到南方去服务 我只有他这 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有个理由更厉害 叫父母在也不远游 我倒是回啊不回啊 回呢怎么个回法 因为北平我们在新南院 72号 使好几间房子的一个 像一个别墅一样的地方 里头家具啊书啊 我父亲的书那个 他的书房是摆满了的书都是 所以他就是犹豫不决 我母亲那边就很着急 今天没消息 明天你还没决定 一天一天你发那个 加急的电报 催我父亲 十六七号的时候 形势比较紧张了 怎么办呢 走吧 刚好呢 张克佳带着他的夫人 也准备回去回山东 在火车站上碰见 张克佳看见 文先生 你的那个屋子的书呢 文先生说 国家的土地一片一片地丢掉 那几本书算什么 张克佳听了之后 真佩服 哎呀 文先生 真是国家大局为重啊 哎呀 真了不起 很佩服 采访张克佳一提起这件事 文先生 了不起 他真佩服 爱国的认识 那么那一次呢 就匆匆忙忙的就回来 抗战时期究竟有多少难民 迄今尚无确切的数字 在一份粗略的统计中 近1937年7月到1938年3月 难民数字已达到2000万 1937年11月17日 最后一批北大教授离开北平 混乱和喧嚣中 清华和北大人去楼空 逃亡虽然仓皇 但选择留下或许更难 因为沦陷之城中 深陷的将不只是生活 还有心灵 1937年8月7日的清晨 在这座象征着 中国最高权力的宫殿 日军举行了他们盛大的入城仪式 这一天 北平城里的人家闭门锁户 留在京城的文人们 也把自己锁进深宅大院 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捍卫这个城市 和他们最后的尊严 在北平摇家互通的一处宅院里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陈寅雀 正在日夜守护他的父亲 85岁高龄的前清已老陈三丽 在北平沦县后开始拒绝进食 他就整个没有一个生命的要求了 家里的人都是想办法要骗他 多吃一点东西嘛 就是他说 看见一些亲戚来进来之前 先跟就是这些 比如说如果我父亲在 或者是其他年轻人在 先打个招呼 大家商量了该怎么说话 然后才进去看我的祖父 然后再给他说 外头怎么打胜仗啊 怎么好消息啊 就是希望他能够吃一点东西 心情好一点 这座位于北京西城的宅院 曾经是北平城中 赫赫有名的名门望族之地 如今是空眼 1937年 急于陈三丽身份的日军 在进入北平城后 突然闯入陈家 试图说服戊虚变法中 湖南新政的改革领袖 陈三丽出任为之 陈三丽勃然大怒 在把睡客逐出门后 她因尿毒症复发 一头栽倒在这个院子 从这一天开始 85岁的陈三丽 拒绝治疗和进食 这是1937年 陈家拍摄于 北平平谷的一张照片 这一年春天 陈三丽照例带着一家人 来到这里观赏桃花 但这是她最后一次 踏出家门 1937年9月14号 陈三丽终因绝食而惨别人世 风雨飘摇的乱世间 陈三丽却留守在这个院子 开始为父亲守校 七七49天之后 陈三丽却用模糊的视力 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家园 秘密离开了北平 陈三丽却并没意识到 那是她最后一次 清晰看清楚自己的家 人来祭奠 我父亲就是要磕头 鞠躬 就是还礼吧 在旁边 所以这个按我大姐来说 她说她做了医生以后知道 因为你这个头往下 这个视网膜 这么样子的 这种动作 就是很容易让她 更容易让她这个视网膜剥离 所以她在这个期间 就这个右眼的视网膜就剥离了 右眼就看不见了 她也去到同仁医院就医 但是就医以后 就说你要做手术 做手术要静养 那她就不可能 在短期内离开北平了 这个手术是做还是不做 是不是马上就要走 最后决定还是 马上就走了 手术就不做了 眼睛就让她瞎了 陈寅雀断然决定 冒着失明的危险 出走北平 她是为了避免在沦陷之城 被日军胁迫和利用 但这次决定 使得陈寅雀的右眼 失去了最好的治疗机会 八年之后 由于不断颠沛 加上营养不良 她的双目完全失明 这位曾经被誉为中国最保学的国学大师 真正能够从容从事学术研究 其实只有在清华元的十年时光 她曾经有个侯愿 想创作一部完整的中国中古史 但这个愿望她终生未能实现 在此后的岁月中 她只能依靠前半生的记忆进行学术创作 即便如此 陈寅雀还是完成了将近一百万字的黄黄著述 其中包括堪称明清一代的文化名史 柳如是别传 日军占领北平后 一个被称为新明慧的奴化教育组织 正在紧锣密鼓的丑化中 在武力占领的同时 对中国民众服以思想战 被作为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 与此同时 一个被称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行政机构 开始筹建 这个北平最大的汉奸机构 肩负管理北平 推行奴化教育的重大职责 一批留守于北平的高级知识分子 和社会名流成为主要拉拢对象 而此时在北平八道湾的一处住所里 大门禁闭 宅院的主人周作人正在这里闭门读书 北平沦陷后 他选择了留守 并把自己居住的宅院称为苦住安 此时的周作人没有预料到 留守的决定 后来成为了他人生的分水岭 因为周作人位置太重要了 他的影响太大 所以你可以看出 当时是几个方面都想争取他 日本也想争取他 这个国民党的地下党也想争取他 共产党也有想争取他 甚至包括美国斯多利登大使 他们美国也有想争取他 因为就是刚刚说的 鲁兴去的时候 他几乎是中国资本子的第一代表人 所以他处得那样一个历史地位 所以他就必须在这两个地方 做一个选择 你要么和日本合作 要么你反抗日本合作 他的原先想法是 也可以在一些夹缝中谋生吧 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 普通老百姓可以 但是作为一个像他这样 很有名的知识分子 文化上的态斗 恐怕不容许他做那样一种生活 关于周作人在北平沦陷后的立场 表现和结果 一直被文化界所诟病和探究 甚至被列为二十世纪 中国知识分子三大迷暗之一 周作人曾在1917年 和胡适陈独秀 以震动中国的启蒙思想家的身份 登上文学革命的政治舞台 他在1918年 第一个提出人道主义为文学之文 一时间人的文学成为 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 继续发展的中心 1938年2月9日 这张照片被刊登在日本 大阪美日新闻社的头版上 他被日方称作 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 照片刊登后 引发强烈反响 许多人认为 这是日方鼓吹汉奸文化 推行奴化教育的一个有力信息 更令人震惊的是 曾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建将的周作人 赫然出现在座谈会上 那是引起很大的震动的 让很多人很痛苦 很失望 当时爱卿曾经写过一首诗 爱卿写过一首诗 就说这个问题 它就代表可以反映当时青年人的 那种年轻一代的 就做五四影响的一代人的内心事件 他说我们曾经把你当做我们的导师 那你怎么现在突然的 去在这样一关的时刻 你突然你投敌了 我们非常痛苦 重新方面联合发表了一个声明 一方面谴责他这个事情 但另一方面也流离余地 就希望他就到此为止 你别再往往前走了 所以他自己当时有一回复 他说这个大家相信 我绝不会我要做素五模样 我要做素五 我不会做的汉念的 还有悲观的情绪 对中国时局的判断 那中国蒋介石的几艘军舰 能够支持多久呢 觉得是中国必败 但是这个必败 我们还得 我觉得还得注意的是 周作人在这个必败的之后 他还有一点中国必胜的思想 他说根据历史来看 一直入侵的情况 入侵者最后都被汉王和同化了 很多汉奸也有共同理论 叫曲线救国 其实周作人某种指令上 他是主张曲线救国的 就我现在打不过你 我就以和 来这个时间 然后最后我相信 我要以我们的民族 对我们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文化 最后是要同化你 外来文化 当然这绝对是一个幻象 这是为了纪念在抗战中 牺牲的29军高级将领赵登宇 而专门修建的赵登宇路 在赵登宇路的北口 就是周作人的故居 历史以惊人的巧合 把两个因这场战争而改变命运的人物 租结在了一起 这个宅院曾经聚居过上个世纪初夜 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 但是因为周作人在1939年 面对国难时做出了选择 今天他无情地凋落了 1939年元旦 两名刺客闯入周宅 行刺周作人 刺杀事件过后 周作人安然无恙 据说是衣服上的铜扣 挡住了射向他胸口的子弹 关于刺客的身份 众说纷纭 有人说这是天津雏奸团所为 也有人说是奉凯的北平学生所为 而周作人则解释 这是日本人所为 研究者认为这一事件 是周作人便捷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枪杀事件五天后 他担任了为北平图书馆馆长 八个月后 他接任了为北大文学院院长 两年后 他出任了为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独办 最初说 你还能说多少 他还能抵制一点点 就当时他当了教育总长的时候 他曾经就是说 反对日本人去过度干涉中小学教育 他曾经为此和日本人 发生过一点小小的冲突 但很快这事都没有了 慢慢地就适应了 所以最后周作人就说 由不愿意当官 勉强当官 到后来他留恋当官的这个位置 那么这时候周作人 在我看来 就达到他堕落的顶端 抗战胜利后 周作人被南京政府逮捕入狱 南京高等法院后来认为 周作人因意志薄弱 便捷负逆 但并无重大恶行 而且曾参与保护北大消产 救助李大钊等革命劣势的子女 因此以汉奸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四年 三年后 在胡适等人的游说下 周作人被释放 1937年 结束十年流亡的郭沫若 在风雨催沉之际 重新登上上海的政治舞台 郭沫若的归来 成为上海最重大的新闻 由此上海知识界 面对日后的战争 呈现出与北平完全不同的状态 与北平文人的仓促撤离相比 上海知识界的抗日救亡运动 更理性 更热情 同时也充满斗争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